看看施折好不好 因為今天受到消息影響 創辦人兼前主席盈理員先生 他增持接近大股東的百分比增持數目 有市場衷勁他會回到施折做 今天施折做得不錯 但要看這股股可以怎樣部署 其實要猜他會不會回到老闆 或者會不會回到進場 是很難猜的 看看他的心意 因為實際上如果連同他的公股權等等 應該大約是10%以上 10.33% 當然更加不知道這幾天還有沒有爭執 如果多過10%一成 其實他已經有權發動一個股東大會要求 然後看看可不可以要求自己回到董事業 他可以這樣做 所以會不會回到董事業是他自己的決定 市場上自然看到他有機會可以這樣做 或者又攤博了之前的基金 第二提出第三提出已經攤博了 那是否代表他可能又進場呢 不要忘記他高位減持的時候 就有200多億落袋 現在買了都是幾億 似乎就很划算 所以就很多憧憬很多想法 但是實際上要注意的就是 就算這位大哥哥進入 都不等於可以保持到以往施節時的增長動力 第一因為市場不同了 以前在香港的時候 Sara和H&M不是這種 我們說是一些很簡單很速消息的零售 以前的銷售賣衣 可能是選款 選品牌 有很多選擇 但是當Sara和H&M帶入了這類型的市場 我們也叫做速消類型的零售 其實你變成了 和獅子的競爭就很不同了 變成獅子其實未必可以發展到一個優勢 再加上現在和以前的銷售賣衣 很不同 剛才也說過 租都不同了 所以我想就算回到去 都要有新的方法 新的思維才能解決問題 好啊 不如再看看騰訊好不好 他的業績出了 就稍微順了預期 所以他今天都跌近百分之七 騰訊本身 大家都在想 如果他微信做得好的話 生意可不可以繼續發揮 但是在網絡商業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的平台是公開的 收不收到錢呢 business model 那些錢怎樣回來呢 總之是一個問題 騰訊你又怎樣看 其實看回之前騰訊的業績 不單止是今季 其實可以見到一個問題 雖然廣告收入就不是實在很多 但是增長感覺就很強勁 大家就會想 會不會這類型的廣告銷售 會幫助很多呢 將來會是發展方向 其實這類型的網絡遊戲 或者網絡公司 他們收廣告 是跟我們做電視收廣告很不同的 即是開了app 或者開了廣告 你立即按了它 所以其實它的價錢 就不能定得太高 所以你說整體上 廣告收入就算 或者中序公司 都未必是一個很大的優勢 所以看騰訊 都是看回基本網友業務 還有剛才我們說的 B2B B2C 還有可能未來那些 即是微信那些增長的動力 微信是行動快的 資訊效率很高 沒有很多人開 亦都是增長得最快的 這類型的通訊app 但未來仍然是否可以有這樣的增長 我想可以有這樣的市場 可以打進去 因為其實歐美市場 可能都有相關的產品需求 是否真的會幫到 我想有可能 但如果你要比較 就是今次其實它的業績 不是特別差 只是沒有市場業績那麼好 那些網友業務的增長 和收入其實都可以的 所以如果你說見到回途落花 是250元以下的水平 其實反而應該要賣回 它的順利都按貴有增長 最後看看歐美的股市 你會怎樣看 譬如有些示威 歐洲多國有些示威 關於收緊開支的問題 其他你怎樣看後市 美股和歐洲 其實外圍的情況是很明確的 歐洲當地的人民是很不想緊縮的 相當不想緊縮 所以當政策一出 或者我們接下來可能要緊縮 當然當地的事實前是反抗 憤起反抗的效果 就是很多罷工很多示威 但是往後大家都明白 你反抗示威好 政府硬是要做 你怎樣都一定要緊縮 你不緊縮就拿不到錢 拿不到錢就還不到 就是問題解決不了 除非可能有些國家要離開 但是它真的要離開 其實其他國家不想 所以我想是一個困局來的 最後只有兩個途徑 第一個就是 就是不理人民的意願 你盡力做 第二個就是真的可能要離開後園區 或者其他肯付錢的那些團體設備 可能IMF 或者保養行 真的當看不到算了 是照給 我想三個可能性都有 但是暫時來說 這一刻較大可能的 就是大家一起更縮 所以我想到最後尾 就算是坊間意願 或者感覺好像把工 感覺很差 最後尾可能都是 都是會照進行更縮 對 其實你沒有辦法的 你一定是勒緊褲頭 最多不要去玩 不要來壇貴方喝這麼多東西 喝少量兩杯 一樣可以過日子 好多謝你 給你喝兩杯東西 不過如果你回去工作的話 你要帶一把傘 和穿多件衣服 因為外面下雨 好 勞勞 謝謝